托尼和彼得帕克的缘分究竟有多深 就连官方都曾证明 当年托尼无意中拯救的那个带头盔的小男孩正是彼得 而令托尼没想到的是 这个小男孩会在十多年后成为超级英雄 他不仅能徒手拉住下沉的游轮 还能和托尼并肩作战 在泰坦星对抗实力强劲的灭难 最后即使化成了灰 托尼也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而这份念想最终促使托尼制造出了穿越机 就回了那一半湮灭的人 可以说在漫威宇宙中 除了小辣椒外 彼得也一直是托尼的心头肉 当然得到钢铁侠的赏识 彼得多多少少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 在复联内战里 托尼叫他来的本意 其实就是打打辅助走走过场就够了 可彼得却杀疯了 上来先把东兵弄得怀疑人生 然后朝着队长的率脸就是一脚 接着 当所有人都对变大的疑人束手的特使 也是彼得想出了致富他的办法 看到彼得表现如此优异 托尼自然想把他当成接班人培养 于是在内战结束后 托尼亲自送彼得回家 并且将战衣也留给了他 这次经历让只有16岁的彼得躁动不安 别人上画学课研究侵害理批捧 他却研究起了蛛丝 别人下课着急回家干饭 他却一脸迫不及待地来到学校的想象 在确保没人发现后 就穿上了托尼给他的战衣 松垮的战衣轻轻轻一拍 就自动贴合彼得的身材 手部蛛丝发射器也是满满的科技与狠活 就这样化身成为蜘蛛侠的彼得 开启了行侠仗义的日常 但这些任务却十分简单 无非是抓抓小毛贼 给老奶奶说说菜市场的位置 没人需要帮助的话 就给小粉丝表演一波后空翻 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大火 最终却闹了笑话 车辆发出的噪音激起名分 楼上的李大爷假牙都快骂掉了 挨完骂后 彼得充实的一天可算是结束了 经历过复联内战的刺激 彼得的预知被拉得老高了 对于这种小打小闹总是觉得不够过瘾 也无法向托尼证明自己有实力成为复仇者 于是他每天都询问哈皮下一次任务啥时候开始 可哈皮却从不回应他 弄得彼得连连叹气 然而就在这时 彼得突然发现一群劫匪正在用高科技工具洗劫路边的去管机 他生怕别人抢了这次立功的机会 于是缓缓关上房门 按耐着激动的心情摆出一个做做的姿势 轻壳两下之后蒙面团伙一回头让彼得更兴奋了 刚开始的战斗还十分正常 吴费力就敢趴下了几个盗版复仇者 可没曾想到其中一个智商在前 拿起了高科技武器死死控住了彼得 浩克健壮也开启了紫色激光武器 但这个大聪明显然过于聪明 手一滑 差点把队友们都劈成两半 对面的商店也无辜躺枪 救人要紧 彼得迅速冲向店内救出老板以及猫咪 可此时劫匪们也逃之夭夭 没办法彼得只能先回家 他穿着战衣捏手捏脚地爬回到房间 以最轻的手法关上房门 本以为松了一口气 谁知内德却坐在床上张着大嘴 这下完了 彼得百口莫辩 只能央求内德帮他守住秘密 虽说内德同意并且遵守了约定 但从第二天起 彼得是真后悔当晚没能杀人灭口 为了满足内德和自己的虚荣心 彼得打算穿着战衣现身派对炫耀一波 但不远处的蓝色能量波吸引住了彼得的注意力 他连忙当着蛛丝前往查看 2 3 1 1 2 2 2 3 3 4 2